歡迎加入第二個小時的早安進行室 我是潘兆雯 那麼新聞一開始 我們先聚焦來到的是全球大頭條 我們請來國際中心的主播李怡傑 要幫我們來說明 就在今天的凌晨 美國的參議院外委會排審通過 台灣的政策法案 那麼這個被稱為升級版的 台灣關係法 也讓中國去扑扑 說這個美國啊 干預中國的內政 怡傑你可以化繁為簡 說明一下 這個台灣政策法案的內容 到底是什麼呢 是的 這個被視為超友台法案 包含了美國45億軍事融資的資金 如果中國升高對台灣的惡意行徑 應該會動用手段來制裁中國高層 也就是說 對中共威脅建立了懲罰制度 那麼台灣政策法 這也代表了 這個美國幫助台灣的力道加大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軍事專家還認為 台海的危機即將升溫 會不會最後演變成戰爭邀請書呢 是的 會不會變成台美中的新風暴 其實是可以持續觀察的 因為中國也聲稱了不排除來反制 是不是會再度的發起軍演 各界都在關注 全球大頭條 我們首先要帶您先來關心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在當地時間14號下午2點22分 也就是台灣時間的昨天晚間9點22分 是怡靈到了西敏廳 來停放四天 供民眾沾仰怡蓉 也象徵女王最後一次離開了白金漢宮 那從畫面中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國王查爾斯三世 是引領隊伍以公開遊行的方式 將女王林舅移往西敏廳來停靈 包括像是兩個兒子 威廉王楚還有哈利王子 以及多位的高級王室成員 也都緊隨著鄰車 一同步行到了西敏廳 王室子孫是像這樣子 徒步走了整整38分鐘 而且是全程半行 那究竟女王的鄰舅會經過哪些地方呢 從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 首先是從白金漢宮出發 最後經過了倫敦的市中心 途徑像是林印道 騎兵衛隊閱兵場 白廳等等 最後是在下午的3點 也就是台灣時間的晚間10點 來抵達西敏廳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大約40分鐘的路程 其實宜林的路線兩旁 是有大批的民眾來送別 更有許多人是不停的掉下眼淚 甚至還有大批民眾 像我們這樣看到在海德公園 是以大螢幕來收看直播 一同來送女王最後一程 那最後女王的鄰舅移到了西敏廳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是由 坎特伯雷大主教來帶領進行追思彌撒 包括像是王后卡蜜拉 凱特王妃還有梅根 這時候也都有現身 那靈舅是以蘇格蘭的皇家旗來覆蓋 停放在大廳中央的靈舅台上 那靈舅上頭我們可以看到是放著 帝國的王冠 十字勝求還有權杖 那士兵也會在每個角落 來全天候的輪流守衛 那女王的鄰舅 預計停在西敏廳四天 估計海內外 像這樣子會至少湧入七十萬 七十五萬人以上 來向女王致敬 進行最後道別 根據稍早的統計有排隊 瞻仰宜蓉的路線已經延伸了好幾十公里 有超過一千名的志工還有員警是到場協助 當局也呼籲到場參加的人士 要可能為通宵排隊三十五個小時 來做好準備 那接著我們帶您看到了 從中國二零二零一月 新冠疫情封城之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昨天是首度的出國訪問 目前呢 他已經從中亞的哈薩克 搭基底達勒兹別克 預計今天會參加上河組織峰會 最重要的是會和成員國之一的 俄羅斯總統普丁來會面 那從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了 習近平昨天是和哈薩克總統 來舉行了會談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會上雙方代表都戴上了口罩 習近平也在哈薩克的總統府 來接受勳章 包括上市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 外長王毅 也都有出席這場儀式 那值得一提的是 其實昨天人在哈薩克的 不只是習近平喔 還有教宗方濟各 那其實昨天大家就很關心了 究竟方濟各 會不會和習近平來碰面 中國跟梵蒂岡的關係 又會不會變化 進而影響到梵蒂岡跟台灣的關係 對此昨天外媒是給出了答案 表示兩人並沒有見面 當地時間14號的晚間 習近平在結束哈薩克的國事訪問之後 是直接搭乘專機前往了烏茲別克 預計今天會和普丁來會面 甚至是即將出席的印度總理莫迪 也可能會有互動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非抵哈薩克 這是他疫情後第一次出訪外國 大場面當然不能少 除了哈薩克總統托卡葉夫親自接機 還派出當地知名女歌手高歌一曲 坐在對面的哈薩克總統和官員 趕緊看看習近平的反應 好在習近平拍手拍得挺用力 看起來非常滿意 習近平還當場領了一個 代表哈薩克最高榮譽的精英勳章 隨後更發表數名文章 強調從哈兩國將針對戰略夥伴協議 進行全面性協商 而大家關注的其實是他的下一站 結束哈薩克訪問之後 習近平立刻飛往烏茲別克 準備參加上海合作組織高峰會 咱們爾漢宣言將會全面的闪述 上和組織的一約 國際政治經濟等等 一系列方面的問題的立場 霸權國家單邊主義國際經濟合作 通通都在討論範圍 瞄準美國的態勢十分明顯 甚至媒體報導 烏克蘭危機也會被討論 中國是否借機對俄羅斯行動 做出表態 將成關注 尤其俄羅斯已經證實 9月15號 兩國領導人 將會進行雙邊會談 相較於俄羅斯早早放話 兩人要見面 中方則是刻意淡化 不願正面回應 CNN分析指出 烏克蘭反攻行動大有成效 讓俄軍節節敗退 此時中國的支持 對普丁而言十分重要 就算沒有實質的軍援或軍援 也有對俄羅斯國內大內宣的效果 不過紐約時報評論就說 習近平不太可能 做出太多的支持 因為俄羅斯 如果真的成為戰敗國 中國的支持 不只加劇和西方的衝突 更是丟了習近平的面子 謝謝黃盛凱 帶右人報導 前述大條 我們今天只要帶您關心 美國聯邦參院外委會 在當地時間14號下午2點半 也就是台灣時間 今天的凌晨2點半左右 是開始審議了 2022台灣政策法案 歷經大概是兩個小時的討論 就在稍早 是由兩黨22位參議員 成功推進了法案 我們有幾個議員 有幾個議員 有幾個議員 他習近平 建議 食宵 建議 廠晋 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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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 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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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剛看到了 我們知道這部法案的提案人 分別是參議院外委會主席 梅南德茲 還有共和黨籍的參議員葛蘭姆 兩人在提案聲明中都形容了 這是自1979年台灣關係法以來 美國對台政策最全面的調整 在外交還有軍事等多個領域 其實都有大幅的提升美台的關係 那台灣政策法內容其實包羅萬象 全文大概有107頁 分作九大章節 像是在政治方面 包括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處 我們要證明成台灣代表處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的處長 職稱則會改為代表 也規定國務院展現台灣的主權展示 像是我國的國旗 而在軍事方面 相關內容也是篇幅最大的 其中一項是賦予台灣 主要非北約盟友的地位 二是未來四年會提供台灣 45億美元的軍援資金 並建立美台軍事合作的訓練機制 不過值得關注的 其實美國的立法程序 其實是相對反所廢時的 一部議案如果要提交總統簽署生效 必須先在參眾的兩院的相關的委員會來過關 並獲得兩院全院通過文字相同的版本 不過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 眾院其實還沒有對應的版本法案 尤其美國本屆的國會 明年一月就要期滿 審議的過程中 其實條文內容會有所的增減 因此最終的版本和最初的版本 可能會有不小的差異 全球大頭條 我們最後帶您關心 烏克蘭在東北地區發動了閃電的反攻 反攻擊退了進犯的俄羅斯部隊 這個月到現在已經奪回了 大約8000平方公里的尸土 從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當地時間14號 是特別造訪了東部的19母式 來參加升旗儀式 還有唱國歌 並表示要持續的前進 並邁向勝利 不過我們雖然可以看到 像是在19母到處都是可以看到 俄軍留下來的Z字坦克 顯示俄羅斯軍隊可能是倉皇的來撤退淘寶 但其實美國總統拜登昨天其實說了 烏爾戰爭是否到了轉折點 這恐怕還是很難說的 就連德國國防部長受訪時 也認為烏爾戰爭出現轉折 是言之過早 不過其實有三名 接近俄羅斯高層的人士透露了 其實普丁的親信 曾在戰爭爆發的初期 和基辅當局來達成 只要烏克蘭不加入北約 就能達成的和平協議 但卻遭到普丁是生氣的推翻 要堅持發動攻擊 那專家就悠心了 其實莫斯科當局現在為了保住面子 非常有可能會採取行動來嚴厲報復烏克蘭 更糟糕的狀況可能是在戰場上 動用化學武器或是戰術核武來製造恐慌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把時間交換給主播 真正的軍事 好嗎 no 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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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